大家好,我是小薇。 本周,Cancer Art正式开启SD3模型有奖训练活动,参与者均可获得丰厚的奖励。 按照活动规则,最受欢迎的模型创作者可获得RTX4090显卡或2000美元的现金奖励。 参与活动的用户,无论排名高低,均有机会获得现金和积分奖励。 活动日期为7月17日到8月17日,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并赢取奖项。 本频道的观众,只需在视频下方留下自己的UID,就可以获得2000点算力,价值20美元。 UID的获取方法非常简单,登录到后台,点击右上角的头像,复制网址最后方的数字即可。 此外,小微会根据留言顺序,挑选10位幸运观众,每位观众可获得价值10美元的Pro账号。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将会公布获奖用户的名单,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除了以上提到的活动,TensorArt还推出了SD3 Models Pair Match活动。 你只需发布一个模型并邀请一个好友,就可以获得现金奖励。 点击活动页面右侧的Pair Match链接,填写模型和邀请人信息即可参与活动。 分别点击设置,Payment,输入自己的PayPal账号即可用于收取活动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大家需遵守社区准则并注意版权问题。 目前,TensorArt SD3模型训练活动已经开始。 首先,登录到TensorArt,点击在线模型训练选项。 勾选SD3模型,左侧可以添加图像训练数据。 TensorArt提供了基础模式和专业训练模式,用户可以手动切换。 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讲,建议使用基础模式,无需设置复杂的参数。 训练底模选择Stable Diffusion 3模型,下方可以设置单张图像重复次数和训练轮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训练Laura模型之前,我们应该明确训练模型的种类。 一般来讲,单一人物和元素的训练都可以被称为具象类模型。 泛画类模型则以训练特定的艺术风格为主。 因此,具象类模型往往需要更少的训练素材,需要设置更高的重复次数和更低的轮数。 泛画类模型由于需要模拟某种绘画风格,则需要准备更多的图像素材,以及较低的重复次数和较高的轮数。 简单地了解了参数的设置方法,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操作流程。 首先,进行单一人物的Laura模型训练。 为了获得最佳的效果,建议上传至少20张不同拍摄角度、不同服装、不同姿势的高清图像作为训练素材。 例如,我准备了25张用于训练的图像,并上传到TensorArt。 点击上方的批量裁剪选项,可以自动剪切图像到统一尺寸,非常方便。 此外,我们还可以设置自动打标、批量添加标签,或者手动设置图像的循环次数。 和基础模式不同的是,高级模式则允许用户设置更多的参数。 例如,我们可以手动设置文本编码器学习率、ANET学习率等参数。 如果不知道如何设置,保持默认值即可。 最后,添加符合图像描述的触发词和提示词,点击训练模型。 完成测试后,从结果中选择一组满意的图像,点击发布即可。 如果对模型不满意,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重新训练选项。 点击创建新的项目,输入模型的名称和分类,并在下方添加关联的标签,完成新模型创建。 最后,完善模型的基础信息,点击发布即可。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SD3Laura模型训练,并可以发布到TensorArt。 在右侧对话框中输入提示词,就可以测试一下生图效果。 由于基于SD3底模设计,生成的图像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对AI绘图和模型训练感兴趣,就不要错过本次活动。 除了传统的图像生成模式,TensorArt还添加了工作流模式,允许用户在线使用Conf UI绘图。 用户可以选择创建空白工作流,或者从本地导入Conf UI Workflow。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工作流,完成以图生图、图像增强等功能,大家可以尝试。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小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